跟着重大建设买房 新湾区最低二字头房价 2018年一下子就过了 迎接新年到来 高雄今年有许多重大建设陆续完成 南高雄有开发经费逼近60亿元 海洋流行音乐中心完工 北高雄则有一年与新物发百货开幕 今年的话2019年的到来 我们的流行音乐中心即将完工 那港部领域航夏也是会陆续接着完工 那我们这些建设的话 带动整个高雄市的观光 重大建设陆续到位带动新湾区房市 区段因地价贵多数推案为豪宅 如远雄楼万 每坪最高达70万元 中刚推出手动建案新湾时代 每坪二字头房价 三天完销164户 首购宅奉房珍爱受惠重大建设 也呈月销14户 贵它又在新东部那一带 因为我们做天然气的就常跑大龙 可是它们空污率很高啦 因为空污率很高 你在中华路啦 考试多弄是在那一块 北高雄今年则有一连集团异想天地 预计年底前开幕营运 新物发集团月城广场 最快也将在今年5月正式开幕 但区段属农16特区周边 也是高房价区 选购要多准备资金 地产中心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